新议员赖国祥则是关切农路和远乡道路的建设 咨询相关单位如建设处、原民处以及农业处 希望给予部落相亲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县长也表示会积极争取相关经费来改善全县的农路 另外新议员赖国祥则聚焦农路和远乡道路的建设处咨询 希望华林县府能给予远乡部落和居民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大家看到这个简报 这个简报呢我是取之不易 我要求县政府提供一些很简单的数据 但是呢他真的给我很简单的回答 就这么一张就打发我了 其实呢我这个这一张 我想提想要请大家提供这一张数据呢 不是我的议题手续 我本来不想讲这个东西 但是呢我这个这个数据呢 我是想要让我们华林县民能够更看清楚 我们县政府争取还有编列预算 还有失作经费的总览 但是我拿到资料之后 让本席非常非常的失望 我不晓得是你们三位局处还是别的局处提供出来的数据 竟然一张纸就打发我 我相信这个如果给县长看 县长现在已经在看 县长这是我要的资料 他就给我一张纸就结束了 我们住在部落的老人家 几乎都知道 很多原乡的道路呢 残破不堪 而在早期 连最基本的道路标线 反光设施都没有 就是因为部落道路路况不好 失色不足 时常造成意外事故 这种情况呢 在许多统计资料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而平地原住民香道呢 如果早期的省道 状况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也是需要改善 县长你还记得 在上次总执行的时候 我在这里跟你分享 那个光丰公路拓勘工程 还有阿嬷等孙子的故事吗 在上次定期会 我提出这个光丰公路拓勘工程 做总执行 当时呢县长回去 县政府有开过主管汇报 也跟相关单位说明了 希望能够对这件事情正式 赶快的提出方案 但是呢 你们盖了贺岗大桥 盖了剑英大桥 却从来没有坐下来 跟我们真正讨论过 虽然有好几次的会刊 但是呢 本席从来没有收到 任何的你们会刊记录 我不晓得你们的 作为流程是什么 当然我们知道 这件事情呢 有它的困难点 但是呢 本人还是要在这里提醒相关的局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提案到中央了 我只想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们部落的族人都在问 我回到部落 没有一个人不再问这件事情 我只希望你们能够协助地方 保护我们的行车安全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花东基金的经费都没有在使用 在申请 所以呢 其实县长你们都很清楚 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是第一个 你们的盘点作业麻烦把所有的每个乡镇公所 还没有做的道路呢全部提供出来 我们想办法把急迫性的道路呢还没失做的就先做 好不好 我相信建设处一定有这样的能力 农业处也可以 拜托 是谢谢 谢谢议员 其实我们现在 其实新政府的财力有限 每一年我们也都拨给地方乡镇公所做道路的维养 那以这个刚才这个议员的建议说 有关于急迫性或者是优先或者是 这个我们的这个 的次第的部分 其实在我们每一次的汇宽 无论是议员提出来或者是乡镇或者是我们 地方的地方的士绅或者是村里林长 所有民意的反应我们通通都会做一些评估 那评估有一些是优先或急迫性 他会经过会有一些急迫的这个等次 然后我们再来做这个施作 因为预算有限 谢谢县长 谢谢县长